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我们第十九次答案 首先香港同修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 在道场服务的支援 除工作认真负责外 是否必须听经 这个问题 佛不勉强 释迦牟尼佛一生不勉强任何一个人 实际因缘没有成熟 勉强也是没有用 佛法总是讲随缘而不叛缘 但是道场既然这个地方有讲经有念佛 讲经念佛 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 如果不劝大家了 那么将来 他这一生要是堕落了 将来堕落到三窝盗了 他一定会骂这个讲堂的负责人 这么好 你为什么当时不教我 他不提醒我 是不是 那个 我们就有过失了 所以我们劝他 他不听 那就就可以了 我们没有责任 他堕三窝的时候 他不能怪我们 他到那个时候 就说 很后悔 当时大家劝我 我不听 我不相信 他不能怪我们 他自己负这个责任 所以听经念佛 人生第一等的享受 世出世间 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享受 我在年轻时候 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 就是这样告诉我 我跟他学哲学 他说 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就被他这些话拉进来了 原本呢 我对佛教是最排斥 总认为 这个是迷信 从小 就听说这是迷信 所以一直也没有接触 可是真正想接触 也接触不到 没有奖金 在那个时代 中国大陆 没有听说奖金 只有听说 和尚给死人念经 没有听说奖金 到以后才晓得 奖金的法词太少了 在那个时代 大概全国只有十几位 多半都在大陆市 农村里头 哪里能听到 那我们那个乡下小城市 没有 几十年呢 没有人在那边讲 所以不知道这个佛法到底是什么 所以产生严重的误会 那我们要不是从学术上得到老师的启示 对老师有尊敬心 那这个事很不容易接受 接受之后 才知道这门东西真好 所以老师当时教过 他是你 到寺庙里头 你不要去找和尚 大概他有他有经验 你不要去找他 你不要去问他 你去找佛经看 真正的佛教在哪里呢 在经典里面 那依照经典修学的人 那是真正有修行人 如果对经典都不懂啊 你找他都没用 他也说不出一番道理出来 我们保持科技就好 科技什么呢 经书他可以借给你 你不科技他不借给你 所以越保持科技 我们可以借经书来看 这样看起来是 越看越有味道 真的这个一生当中 欲罢不冷 我学佛54年了 讲经也讲了47年了 越讲越有味道 世间所有的乐事 没有这种快乐 所以我很感谢老师 他说 这个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真的得到了 这个世间 再没有比这个殊胜了 这样一种好思 你要不介绍给别人 对不起人 介绍他不接受 他的事情 与我就不相干了 所以到场介绍给志云 是正确的 但是决定不能勉强他来听 如果勉强他 这个不是佛的意思 佛永远是横顺众生 随习功德 哪一个接受 哪一个的好处 他不接受呢 也中了善根 但是要多接轮回 很长的时间 你要在这个轮回里打转 不知道到哪一身 你才真正肯回头 真正肯学 你才能够遇到 不是发真诚心来学习 你遇不到 如果发心 决定可以遇到 因为佛门里常说 佛师门中不舍一人 一个人发心呢 佛菩萨都会实现的帮助 这慈悲到了极处啊 但是你不是真心学习呢 你遇不到他 他不来 所以你也骗不了他 这佛菩萨很聪明 骗不了他 第二是学会 在在职者 讲经期间 要放下手边工作听经 在佛法立场上来看 是大福报 确实值得感恩 但从事发上来看呢 应扣除听经时间 而延迟下班 难免对家庭造成影响 这于应光发思所说 顿能经分是否冲突 是冲突 下班的时候 他就应该回家 这样就对了 做工作的时候 希望他工作速度能够快一点 能够把听经的时间刻出 这样就好 如果实在是工作太多 做不完呢 看明天能不能做 如果累积下来的时候 不能做的话 那干脆你就不要听经 这个这是一个方法 真正听经学的人不一样 我们现在在中国的时候 做这个实验 我常常跟大家报告 北京的大方广 这个试点的时候 实验成功 大方广的志愿 老板秦志愿 他也是要考试 录取之后 第一个月呢 专门听经 不上班 工资照拿 拿工资去 老板拿工资 叫你每天 听八个小时的进 听一个月之后 问你愿不愿意干 愿意干 你就来 不愿意干 你就离去 你在别的地方 找工作 现在他们这个 这个这个员工 老板从来不问不问 不管 也没有开会 每一个人工作的时候 这个心情都非常愉快 居然有的 每天晚上工作到十二点以后 一两点钟 不眠不休的在工作 你问他累不累 他不累 发习充满 这个很难得了 这就是真正明白 这个事情是个好事 是社会福利事业 我们一般人都知道 断卧修善 急功累得了 到哪里去急功累得了 到场里头来急功累得 你说你吃不吃亏呢 绝不吃亏 为什么呢 他把你境界提升了 那我们学佛的人 都相信有三十英果 来生的果报提升 你来生决定不读三我道 来生到人间 是大富大贵 多半都生天上 那要求生西方 极乐世界 没问题 真有把握 这是果报无比殊胜 你得要明了 你要懂得 你才能会做到 欢欢喜喜就做 没有丝毫勉强 有勉强就不对了 勉强的来工作 工作也有好处 但是来生得佛报 他都好辛苦 你像我们这个世间 有些富贵人家 他发了财了 但是他很辛苦 赚的钱 为什么呢 就是钱是 急功累得很勉强 这个不想做 可是不做 又觉得不好意思 很勉强 所以他还是得佛报 赚来得很辛苦 如果欢欢喜喜的 快快乐乐做了 他来生的佛报 是一点不操心 无论做什么事业 他钱财滚滚而来 不用操心 赚得很快乐 因缘果报 丝毫不爽 这个道理要懂 都是我们自己修来的 今生的果报 过去生中修的 这一生当中修的 来生的果报 这三十英果 这个不可以不知道 所以哪里需要勉强 不需要 第三 是由出嫁人 常到道场画园 或向道场信众画园 是否如法 道场知识人员 如何因应 道场画园的事情很多 但是 我们老师传下来的 道场决定不能画园 为什么呢 李老师的道场 是个讲经红法的道场 如果一画园呢 大家吓得不敢来了 画园的事情小啊 你把信众都吓跑掉了 这个罪意可不得了啊 所以 讲经受法的道场的时候 是决定不可以画园 不要说外面人 当然画园不需苦 我们自己不能画园 我们这要办什么事 这顶多是出个通告 绝对不会说 我们现在做这种好事 你要出钱的时候 那下次不来了 你把人家的发生灰灭断掉了 这个最大 你画园能得几个钱 你把人家讲 听经文法这个园断掉了 这个比断人生命最好重 杀一个人的罪并不很重 破坏人家破坏人家听经机会因缘的这个罪 比杀人的罪要重得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人生虽然难得了 还容易 佛法真的是难闻啊 你看香港的时候 几百万人口 真真听经文法的有几个 你从这个地方想一想 你就晓得 人生虽然难得 人生难得 佛法更难闻 所以说破坏人文法的这个因缘 那个罪太大太大了 都说实话 都是阿比地狱罪 障碍发言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四人员 如果遇到这样的人的话 要劝导他 要把这个因果利害 说给他听 说老实话 话语言能画得到吗 真能画得到 我也去花园去了 你命里有的就有 命里没有的 用什么方法 你都得不到 你小偷出去偷东西 都是命里有的 他才会偷到 命里没有的 还没偷就被警察抓去了 这个事情呢 大家去念了凡思讯 就明白了 一盈一猪 莫非前定 所以 世间人谋财 要用正规的方法 不能用欺诈了 用欺诈的方法 得来的财富 实在是你命里面财富 已经打折扣了 那你命里头 今年可以赚一百万 因为你用的手段不正当 常常欺骗人 大概你只能赚五十万 你觉得很了不起了 我今天赚五十万 其实你命里一百万 已经丢掉五十万 丢掉一半 你都不知道啊 如果你用正当的方法 赚老的钱 自己除自己用之外 还能够不实 做好事 那你今年会赚到两百万 它增加了 这个是正当的道理 你要懂得 佛在这个经历里头 讲的太多太多了 那我们常常说啊 财从哪里来 财富士来 那不是到处欺骗人 欺骗人 那哪里会发财呢 哪有这种道理呢 那欺骗人是 把你自己命里头的一点财富 全部溃折掉 很可惜 所以要懂这个道理 那么我是从学佛 老四指导 读了这些书 明白这个道理 一生 没有向人化过 一生 没有称赦问人 要过一分钱 这个好像是前年 陈郎居士 陪到我去访问李嘉诚 我们谈了五十多分钟 我送他不少这些光碟 这些发物 我离开之后 第二天 陈先生打个电话给我 他说李嘉诚 打电话跟他讲 他说净空发事很奇怪啊 他怎么没有问我要钱呢 我说要我问人要钱 那可太难了 那不容易 你的钱 不管你有钱没有钱 我绝对不会问人成熟 要有你 我们做这些好事 你拿钱来 我替你做 我要问你要钱 我就做 这个事情不能干 这个事情累死人干 哪有事 古人讲得好啊 多事不如少事 好事不如无事 无事才好啊 哪有找事情的呢 可是有些信徒 希望做好事的时候 他们缘分 不知道怎么做法 来找我 那我们就帮他做 一生呢 都是帮别人做好事 没有自己主动 是做一种事情 没有啊 你看到香港来讲 最近我跟香港的语言 也算很深了 1977年 第一次到香港来 讲了一件 那次来讲四个月 时间最长 那么06年 明年就30年了 这个期间当中 差不多每年呢 到香港来讲一个月 这么多年来 我们在香港 没有道场啊 以前都是临时的 接这个奸杀罪 这个街道福利中心 借他的地方 以后时间久了 听众多了 这个陈老太太 她发信 买了这一层楼 才成立了这个道场 不是花园来的 他自动买的 他买了 要我们来讲呢 那很好 就不要再去租地方了 那我们这个机器设备 也就方便了 有个长期的道场 那么以后 胡秀斯又买了一层 这个这个这个 第九楼 正好他要卖 他买下来 做个祖先纪念堂 做个祖先纪念堂 都是人家自动的 舍楼最后是个张局司 也都是一个人买的 没有呢 我也没有找他买 他自己买的 他们买的时候 我都想 主权是你的 等于说借给我没有 我们将来不做了 不做了 方便还给你 我们不要你的 生不再来 死不再去 我住的地方 也是陈老太太 他自己住的房子 他儿子给他买了个新房子 搬去了 这个旧房子还不错 也舍不得卖 也舍不得租 那我来了正好 他说法师 你住 你住多久 多行 你看等好 就把一把钥匙给我 什么费用都不要我付 电话费 水电话费 都是他拉 都问他要 不问我要 你说这个多舒服啊 这叫人生最高的享受 如果你也有财产了 那可就麻烦了 听说还要交什么房地税啊 乱七八糟的很多 我从来没有问过 这个也不知道 听说很多 很多啰嗦事情啊 你天天要操心 我说什么都不要操心 这叫人生地的享受 所以一生许许多多的事情 都是很多善心人士 自动来找我 他们想做好事 所以这样懂得道理 不话缘 不问人要钱 彼此欢欢喜喜 这个道场 尤其一问人要钱 话缘呢 就破坏道场 破坏佛教的形象 破坏道场 让很多外面人 对不了解的 对批评说 佛教专门是 这个就是欺骗信徒的钱财 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这是受人家批评 我们不能做 不愧做 第二个呢 是有一些信徒 是在听经 他家境贫寒 你说你要他拿钱 他拿不出来 不拿钱 他也不好意思 所以以后就不敢来了 这把人家的文法的机缘 断掉了 这是最后 所以我们要考虑 这么多的因素 一定要遵守 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世尊一生 没有问人花鬼分钱 没有问人要鬼分钱 只有发布施 游教无类 热心的教导人 平等对待一切众生 这个要记住 要知道 下面一个问题 道场接受信众 虔诚供养 如有不适用 或难以处理的物品 应以何态度接受 凡是信徒来供养 是他一片诚心 一定要欢喜 接受 不能够拒绝 不能够批评 你像世尊当年在诗 他的生活是每一天出去脱布 有的时候遇到乞丐 乞丐拿什么供养 还不是自己讨来的 讨来一点人家 甚饭甚菜 可能已经两三天了 味道都变了 他还舍不得丢 他就那么一点点东西 佛来的时候 他恭恭敬敬供养 佛不嫌弃 当他面吃完 让他生欢喜心 让他种福 如果你拒绝 这错了 拒绝的时候 你心就有高下 不平等 佛叫我们平等对待 活目相处 这个很重要 如果不是平等 菩提心里都有平等心 你们有菩提心 你的心不清净 你的心不平等 不清净 不平等 你在佛门造罪业 本来到这个地方 是种福的 结果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 是造无量罪业 搞到地狱去了 那你就错了 这个地方是带你到极乐世界 不是叫你下地狱的 可是你要是错用了心呢 三图果报 你没有法子避免 坏的东西 我们都接受 人家一片好心 坏的东西 我们能不能吃呢 我们不是菩萨 不是佛 那就吃了会生病 那生病还要人照理照顾 照料 又麻烦 还有很多人 所以可以不吃 可以把它当作啰嗦处理 这个李老师请教我 老师那个时候 参加一些宴会的时候 常常带我去 我就坐在他旁边 豆腐瘦了 味道变了 他闻了闻 他就碰瞧瞧我 这不能吃了 所以我们老师 他很慈悲 他是很谨慎 所以佛教徒讲求卫生 但是人家送了坏的东西 不可以拒绝 一定要欢喜接受 赶他这份钱 他走了之后 你再好好的把它处理 因为有些坏的东西 可以给出生 那么在香港比较困难 那我们在澳洲的时候 鸟兽很多 可以喂鸟 可以给这些小动物吃 它们没问题 所以处理的方法很多 如果是像香港这个地方 一切都不方便 我们恭恭敬敬 用塑胶袋包好的时候 做路纱处理 不能随便 随便我们就没有恭敬心 恭恭敬敬 把它包得整整齐齐 然后收路上就带走 这就对了 一切要以恭敬心 没有恭敬心就造罪业 这个要知道 底下一个问题 现在许多企业家 对于员工管理都感很困难 对员工们好 包容过时 他们往往得寸进尺 对员工少加严厉 又有许多抱怨 到底应该怎么办 办地子规讲座 真的 办地子规讲座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毛病所以之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没有学过地子规 换句话说 从小 他学着做事 他有能力办事 他不会做人 弟子规是做人的教员 中国 这五千年来 还能够存在这个世界 还是一个大国 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人去研究过 我上一次在南昆大 南昆大校长请我吃饭 有一位教授 是主管 全校 教学的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 这个教授一样 教主任 他给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是在 二战之前 大概在中日战争之间 民国初年 欧洲有一些学者 就在研究这个问题 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 埃及 巴比伦 这个印度 都摔下去了 都没有了 为什么中国还存在 最后他们得到一个结论 他说可能是因为 中国有家庭教育 这个话说对了 完全正确 所以中国这个家庭教育 往前退至少是五千年来 家庭教育好啊 家庭教育叫什么呢 就是伦理教育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有有序 朋友有信 就叫这个道理 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呢 小孩出生 小孩出生 大概三四天 就开始教了 三四天的小孩 很小 他不会动啊 但是啊 他眼睛张开 眼睛张开 他就会看 他耳朵就会听 他看着听的 我们佛法讲 落在阿赖耶尸里 那叫种子 他天天看 天天听 这样不断的听歌 三年四年呢 他什么都会 所以 家庭教育 这个弟子规 是教小孩的 不是老师教 父母教啊 父母要把弟子规 百分之百 做到 做出来 给这个婴儿看 所以他到三四岁 他都懂事了 他懂得孝顺父母 懂得尊敬啊 这个这个 哥哥姐姐 比他长 长得 他会尊敬 厨师 带人 介屋 他都很有分身 这种教育 忠心的 这个理念 就是父子有亲 亲是亲爱啊 所以这是爱的教育啊 父子那种亲爱 如何能够永远保持 一身不变质 这就是教育功能 那教育的目标就达到了 这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呢 把这个父子之亲爱的时候 推广 您爱家庭 您爱亲戚朋友 您爱邻里相当 爱社会 爱国家 爱人类 逐渐往外发挥 爱的教育 所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中国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 没有跟别的国家打过仗 这五千年历史 可以做见证的 和平的教育 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和平的 所以从前 胡秋元先生给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中国的国民 是全世界最好的国民 听话 怪啊 从小教出来的 那么这种教育呢 现在中断了差不多是八十年 中断八十年 我这是八十岁 我从十岁 还受一点点影响 还受着影响 可是小我五岁的人呢 就没办法了 那他就 他就没 连边都站不上 我们还站到一点边缘 但这段边缘说 影响一生 一生不做坏事 一生不占人便宜 一生对人恭敬 孝勤尊死 朋友有幸 我们真的做到了 这个是一生当中 过得幸福美满的生活 物质生活苦一点 无所谓 精神生活丰富 这是中国传统教学 所以现在我们提倡弟子贵 这是很不得已 除这个办法之外 没有第二个办法 弟子贵怎么学法 现在是要做父母 儿女老师一起学 才有效 父母不学 教儿女学 儿女会反过来问你 你教我做 你为什么做不到 老师教学生学 学生学 学生会问老师 你为什么做不到 你就牙口无言 道不出来 所以一定的是 老师父母 跟儿童一起学 就会产生效果 如果这个教学 能够推动50年 我们中国传统的 这个教学的话 就能够恢复 这个恢复 在现在这种高科技 交通便捷 那么可以 介绍给全世界 世界可以恢复和平 确确实实可以化解冲突 这一定要靠中国人东西 这个企业家 对员工头痛不好管理 现在不仅是他们 很多做父母的 来到我面前抱怨 儿女不听话 叛逆 做老师的也来告状 学生不听话 很难教 总的原因 就是家庭教育 活了 这根在此地 你像治病一样 你先把病根找到 家庭教育比什么都重要 学校教育 中国的学校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延续 社会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扩大 圣贤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圆满 家教是根 这个外国人发现的正确 不能说他没有智慧 他真的把这个原因找到了 所以现在呢 就是我们要提倡 能力道德教育 特别是弟子规律教育 很好 这个确实是 是解决办法的 不二法门 底下一个问题是 虽说家和万事心 但如果父子 夫妻同在一个公司服务时 往往容易产生摩擦 特别是家族籍 反而伤害亲情 后备为了保持 父子有亲 是否另谋出路 避免于父亲 同在一个公司上班 集成父业更好 真正解决的方法 还是读书 开智慧 智慧开了 问题自然解决 没有智慧 这种事与逃避 那么这个冲突 不能够化解 一定要读书 要读圣仙书 一定要接受中国传统教学 中国传统教学 能解决一切冲突 这个话是外国人说的 英国唐恩比博斯说的 他过世也有很多年 他说这些话大概是在 1970年的 所以一定要学习 这个父子有亲 你早就把那个情忘掉了 哪里来的情呢 情已经变直了 变成怨啊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儒家只讲到 讲到这个当然了 没讲到所以然 更深入一层的所以然呢 那一定要在佛法里就找 中国自归来 潮潮淡淡淡 都有很多孝子贤孙 有多少感人的这些故事 给世间人做典范 现在没有了 往后还有没有呢 往后更没有了 为什么原因呢 那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对于别人 有没有不识恩德 那我们自己不能够以恩惠对待别人 你哪有报恩的子孙呢 没有啊 那佛告诉我们 人跟人的关系是四种缘 最亲近的就变成一家人 就变成父子 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没有这个关系 不会到一家来 连你这一生所遇到的朋友 好朋友 也是这四种缘 没有这四种缘呢 见面也不认识 所以这个你就要懂得了 那个由家里出孝子贤孙的人 一定他家里世世代代的 都做好事 都对别人呢 友好 都是很乐意帮助人 那些受了恩惠的人呢 他投胎的时候来的时候 就到你家来 变成你儿子孙子 他当他报恩的嘛 孝子贤孙的 你如果得罪了这些人 欺负了这些人 他也到你家做你儿子孙子 他将来就是败家子 就是来报怨的 来讨债的 讨债的 你辛辛苦苦赚的钱 他会把你花作光光的 花天球地花光的 讨债的 抱怨的时候 他还要要你命 过去你害死他 他还要来讨命 英明国报啊 这个事就麻烦了 所以总而言这一句话呢 佛说的很有道理 人生仇业 我们人到这个世界来说 为什么的啊 愁长过去所造的业报 过去造的善 你来享福 过去你造的罪业 你今天受苦受难 所以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无论受什么样的苦难 不怨天 没有人 自己造的不善的阴 现在欢欢喜喜承受 承受的时候 不怨天 没有人 没有诚惠心 没有报复心 账就结了 账结了 下一次再碰到的时候 来是怎么 就是好朋友了 愿化解了 愿家一结不一结 你要是借这个愿 常常怀恨在心 愿愿相报 没完没了 生生世世 彼此都痛苦啊 这就错了 所以明白人的时候 我这一生 我能够忍 我能够让 事情就化解了 就没事 过人如此 家运也是如此 过运也是如此 没有例外的 这个我们 一定要懂得 所以一定要 很认真地来学习 学服不容易啊 真是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想多做一点好事 改善我们 来生后世的命运 这是个最好的机会 如果这一生当中 不明白这个道理 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高兴 依旧造罪业 尤其跑到佛门里面 还在造罪业 那你就错了 为什么 来生的时候 眼看着你 造这种罪业 你度三途 你不了解 邪正是非争妄 这叫愚痴 愚痴是畜生的国报 你有嗔恨心 嗔恨心多地狱 你有贪心 贪心多恶鬼 现在人 齐心动念 都是三窝道的原因 多半都到三窝道去了 学佛的人 最后到三窝道 那就大错大错了 学佛的人 最低限度 要能保住人身 保住人身是什么因呢 中凭时善也到 三规五戒 中凭时善 你能保人身 上凭时善 神欲戒天 应当把我们来生 不断向上提升 这才对啊 我们妄想坠落 这就错了 所以人 你看看 佛家讲的时候 一定要有菩提心 常常想到 我对待人 对四对五 是不是真诚 是不是亲近 是不是平淡 是不是慈悲 要常常念着这个 常常想着这个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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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过去中国 儒家教人 存心 爱尽 心里常常存着 爱尽 敬人 爱尽 存心 佛法教过 方便为门 方 是方式 便 是便宜 用现在的话 就是最恰当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 这叫方便 最恰当 最好的方式 没有一定 因人 因私 因处不同 你有智慧 去通全 打便宜 所以佛法 十宗修学的 都是智慧 智慧从哪里来 亲近心来 亲近平等心 生智慧 心里的烦躁 急躁 那生烦恼 不生智慧 烦恼处理问题 没有不犯错误 智慧处理问题 决定没有过失 所以智慧 是从 亲近平等心 来的 我们这个 亲近平等心 在哪里修呢 就在日常 人世上修 修得最快 你每天 接触这些人 有善人 有卧人 你在这里 修平等 你要是 离开这个环境 到哪修啊 没地方修了 你到深山里 修亲近平等 修个十年二十年 修得很清静 很平等了 一入都市 马上就乱了 经不起考验 真正修行啊 就在这个 复杂的人世环境里修 那个起落最大 起就把你提升 到天界去了 落就落到山土修 大起大落 那香港这个地方 尤其是海边上 大起大落 所以你要慧 慧的人 这起得快呀 这个不会的人 落得很快 这个下面是 有关儿童镀金的提问 现前海内外 有许多团体 提倡儿童镀金 弘扬中国传统教育 请问 第一个问题是 儿童镀金班 除过学经典以外 是否需要 顾客的提问 是否需鼓励 鼓励 孩子背诵 佛经 教导 孩子 礼佛 念佛 这个要看清新 不可以一概而论 固有因缘 你要能够随机施交 这个里头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 父子有亲 这是根本 这个一定要懂 如果不在这上 下手呢 恐怕小孩剁了经书之外 将来长大的时候 他来反佛了 反得很彻底 为什么你佛教里的什么玩意 他都知道 他会把你彻底破坏 那个时候你就后悔末节了 你就永堕地狱 那要出来就很难了 那就不容易了 所以 佛在经上讲得很好 那佛教不是从儿童学习的 佛门里面固然会收沙米的 那沙米总是七岁以后 你看看 中国伦理道德的教育 是七岁之前 你没有这个根 不能是我 七岁做沙米 就是入了佛门 学什么 是小沉经 小沉经里面学做人的道理 这是佛在 小学没有念就跑去念大学 哪有这种道理 可是你又要知道 中国佛教很特别 中国佛教没小沉 实实在在讲啊 你们注意去看大藏经 大藏经里面小沉经典非常完备 我们中文翻的小沉经 确实不亚于南传巴黎文的小沉经 我过去曾经问过 这两种对比啊 巴黎文的这个藏经啊 小沉藏经啊 比我们中文翻译这个四阿汉 四阿汉就小沉经 大概只多五十几部 全部都有三千多部 三千多部只差五十几部的时候 你就晓得我们翻译的多么完整 翻了之后 在中国成立了两个宗派 陈时宗 俱舍宗 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了 这两个是小沉宗派 到唐朝中叶以后啊 就没落了 到宋朝的时候就没有了 小沉就没有了 什么原因呢 儒家代替了 就是孔孟老庄代替了 中国人有家教啊 有这个基础啊 所以不需要小沉教 读乳书的人可以直接如大臣 是这么个道理啊 那现在我们儒也不学了 道也不学了 小沉也不学了 直接学大臣 所以搞得是上不上 下不下 无论在家出家的时候 都没办法成就 原因在此地啊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所以李老师当年教导我们 我跟他十年 这十年如一日 他每一个星期 一堂课佛经 一堂课如学 他不惜啊 我们是如跟佛 同时并进 一个星期两堂课 十年没有中段 谁才晓得如中药 那老师现在已经过世 十几年了 我们现在就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白了 老师过去对于这些 德行的教育 只给我们提示 很重要 他老人家没有开墙 因此我们的学习呢 也就很懈怠 不是很认真 他老人家叫我们 用五种仪归 我们每个学生都去买了一套 作为修身度本 这门课程 只叫我们自修 而没有正式排上课 当然他也是很忙啊 没时间 我们自己读 五种仪归里面 同梦养阵 诸父子 有一篇呢 同梦虚之 那就是弟子归的前身 弟子归就是这一篇东西 重新修改 重定的 是依这个本子 来定的 这主习的 而实在上呢 他是参考 许许多多 古时候这个著名的家教 可以说 弟子归是中国传统家教的 集大臣 编得好 他用三字经的方法编 一句三个字 总共三百六十句 一千零八十个字 编得实在是好 他的纲领 就是孔子在论语里面 一句话 弟子入在校 出在替 敬而信 犯爱众而情人 行有余力 这些文 父子这一句话 作为纲领 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是 全民都要守 赶紧把这个根找回来 你才有救啊 这个根不找回来 中国文化将来会断掉 没救 我们都不能不认真努力 能救这个 那佛教也救起来了 用佛教的根也在这里 所以我今天劝同修 弟子规不能 百分之百的落实 十善业道走了 十善业道是佛教的根 这个根一定是借在地子规上 没有地子规 这个根没用 这个根不能生长 这就是为什么佛说 新学校成后学大臣 我们今天用地子规代替校成 这道理这四天啊 文不长啊 一千年八十个字 三百六十句 你不能完全落实 百分之百的落实 所以十善业走到 三规五戒走到 所受的都是有名无实 怎么能成就 念佛不能往生啊 不但念佛不能往生啊 你在念佛堂临终的人都不能往生 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那个时候出家在元山林祭司 林祭司有个念佛会 通通是佛建人 佛舟人 这边临终的是个临到齐居士 说佛很久 一生说佛了 最后没往生 最后临这个临终的时候 不念佛了 听到佛号就讨厌 就骂人 业障先前啊 你看平常的时候 念佛堂的时候 他临终当为诺啊 最后的时候 居然说不能接受 拍斥 所以很多同修都感觉奇怪啊 他比出家人修得多好啊 最后怎么会这样 业障先前 业障先前是 因地不争 样子做的是很样子 这个心不诚恳 所以他才有业障 所以菩提心是多重要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 比什么都重要 那你没有这个心 求了 佛念的再好 都求了 所以以后 我们这些出家同学 因为很多 都是同乡 那个庙子是 富州人的庙 百分之九十都是富州人 我小时候在福建住了六年 小时候我福州话讲得还不错 所以他们对我呢 没有把我当外人 我们同学在一块时候 回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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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林老居士 他一生的 这个 这个 隐形 我们发现 个性很强 脾气很大 人家做错事情的时候 不能原谅 所以你信一信 他最后张开 就从这来的 虽然是念佛念得那么虔诚 念得那么好 一个星期一次念佛会 也是几十年都没有间断 很不容易 他自己也不说 自己好像在银行界 做个乡礼 地位也很高 银行乡礼 最后 是这样的象征 我们才晓得 真正的因素呢 还是弟子归呀 没学弟子归呀 才出这事情啊 真一学弟子归呀 这个事情不会出啊 那你看弟子归上说 凡是人 皆需爱呀 天同富 地同在啊 那要是存这种心 怎么会有这个过失呢 灵命重视 你的冤情带住 找不到你 那我们在新加坡看到 居士林的林长 那这一位老先生 我看着他往身体 成光别 他是个银行家 在新加坡非常富有 生病生了两年 躺在床上不能动 那业障病啊 李莫言居士 把我奖金的诺音带 放到他家里去 他把电视放在他 床铺脚的地方 他头抬起 针在枕头上 可以看到电视 天天听奖金 一天听八个小时 听了两年 除了听见之外 军养福 真的是万元放下 他真正用功夫 就了两年 两年真成功了 他告诉李莫言居士 他要往生 李居士说不行 你现在不能走 这个居士林的人事 各个方面不稳定 他只要你在 大家都没话说 都会好好工作 他说好吧 那我再等两年吧 这又过了两年 真的他往生了 四年 四年每一天听经八小时 除了听经之外的时候 都是念福 走得很孝杀 很自在 走的前三天 找我去给他做皈依 这是皈依 哈哈哈哈 好像第三天就走了 欲知识知 他三个月之前 他就笑的 八月初期 在一张纸上 写了十几个 八月初期 家里人也不敢问他 到底是什么事 谁都要干什么 八月初期 那天走的 三个月之前写的 清清楚楚 他走了之后 那我们培训班的同学 到他家去做念 轮班去做念 二十四小时都不中断 有一批学生回来了 回到居士林 晨光别的冤亲债主 不少啊 这几十个人呢 跟他发思 到居士林来了 父在念佛堂 一个居士的身上 那个居士叫杜美玄 一个女孩子 父在他身上 就说话了 他说我们是 这个陈老居士的 冤亲债主 我们看到他往生 很羡慕 我们也不找麻烦 我们现在有点要求 大家就问他 要求什么 要求皈依 要求天津 那个时候 我在香港家 他说打电话告诉我 赶快给他们做会议 那是无权法子 要讲经 要满他的愿 他们提出来 要听地藏经 在地藏经 我们讲堂里面 就放楼上带了 讲堂不行 讲堂里面的光太大了 他说我们这些鬼受不了 以后要求说 要求在餐厅 二楼餐厅 一楼是餐厅 在餐厅里面 放这个路向带 24小时不中断 供养这些鬼神 冤亲债主 你看你真有功夫 冤亲债主 对你尊敬 不会妨害你了 你要对他不恭敬的话 他就会找你麻烦 所以我们在台湾看到 他临到期的时候 也是银行家 临命中去找麻烦 不让你念福 这个晨光别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 你看 这个冤亲债主 还帮助他 看到他往生 生欢喜喜 不一样 做人不相同 人不能没有德行 你没有德行的话 吃亏的是自己 不是别人 无论什么事情 想到自己 就要想到别人 所以我们 要想对别人的 这个言语态度 先想一想 别人用这种言语态度 对我 我欢不欢喜 我能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我就不可以用这个态度 对人 我就不可以用这个语气 对人 你常常能这样想 你才能真正是 灿除业障 才能断卧修善 才能提供为德 所以 儿童做金 是另外一个问题 儿童必须要学弟子规 父母一定要带着小孩 把弟子规在家庭里落实 这个重要 这个重要 如佛的根都在自己 儿童度金在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四岁以后 是恰当年 四岁之前的时候 一定要把做人 那个基础 根 要要远 要要 这叫点点 这个识比什么都重要 他真的有根 他将来念这个佛 他就管用 所以到佛门里面 那个七岁的时候 可以做沙弥的时候 这就是说的 七岁学佛很好 那他的根就更坚固了 那家教就好了 最要着重于家教 家教一定 父母以身做自 父母做不到 你小孩想教他 不可能 第二个问题 贺印强调入佛界分 儿童度金班 绝对避免加入佛法 这可以这样做 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他 这个这个 这个读经呢 确实中国古时候教学 读经还不是在 很小的儿童 真的都是在六七岁以上 根历的六岁可以修 根性 中下根性的七岁 前面这段时间 绝对是同龙养症 这绝对不可以疏忽 如果疏忽这一点 读经以后都有麻烦 他进度多了 他会拿着经典去批评父母 去批评大人 现在就出现这个事情了 中国大陆 他们推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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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读经了 结果儿童的时候 就批评父母 在学校批评老师 这个问题发生出来了 王财规居是为这个事情 特地来访问我 说的太多了 就是他手上有好多吃 那吃凉凉你 吃凉凉他 你就受不了了 还是要用古人的方法 经只能学一种 一步不能落实 决定不学第二种 从弟子规开始 从三字经开始 中国有一套教学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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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 从千字文开始 千字文是认字 每一个字的意思 是字 细时行文 那是个也 很好的教训 从这开始 这些东西 学会了之后 才开始读经 那么读经 在一般都是学校经 论语 大学中庸 孟子 很好 这个是中国 这个这个 儒家 学书的 中心 核心 非常重要 要 让学生念得能够背诵 要背得很熟 然后要讲解 怎么样 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用在工作当中 应用在厨师待人节目 学以之用 才能成就 第三个儿童读经 如佛经 这个佛的经典 学习次第 这个不能不注意 那么我们 我们也提倡了 这些年也提倡了 我们做得很慎重 很小心 总记住老师的教会 下面是中国同修的问题 这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是 应该怎样学习弟子规 弟子规 自自居居 要在生活上做到 要这样的学习 不是背诵 背诵没用处 不是讲解 讲解也没用处 要做到 做到之后 你再讲解 那就是你自己的弟子规 不是别人 所以才能感动人 我也常常跟同学们说 你看现在杨老师 蔡老师 他们有几个人 弟子规 讲的每一堂 讲课的时候 都有很多人在留言内 都在忏悔 什么原因呢 他做到了 先做到 蔡理徐告诉我 他先一年的时间学习 完全做到 然后才出来讲 是他内心里面的感触 他所以能够感动人 你自己做不到 你去讲 不会感动人 一定要做到 做到是你的心得了 你有真正的感受 第二说 怎样学习弟子规 才能往生西方 还是第一句话 不要分支 不要做到 你求愿往生 你决定得生 那为什么呢 你是善人 弟子规 做到是真正标准的善人 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你知道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你祈求往生 这是因缘 你三个条件通通俱足 那怎么会不往生 你不是善人 天天念阿弥陀佛 一天念二十万声 阿弥陀佛想来借你 那一边大众排斥 你就去不了 那天大众说他不是善人 他到这来把我们的 我们团体扰乱了 人家不答应 不接受你 所以你就去不了 所以你要考虑到 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慈悲 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大众 对你都肯定 都承认 这个人是好人 我欢迎他来 你才能去得了 你的心情不善的时候 去不了 所以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第四个问题 他说弟子在一边学习弟子规 一边学习无量寿经 无意之间 发现弟子规就是无量寿经 乃至华言经也一样 请老师给我印证一下 对吗 对 一切一切一切 这个大经大论 落实到生活行为上 就是弟子规 有释迦摩尼佛 这些诸一些法身菩萨 哪一个人没做到 个个都是圆满落实 所以我们从这点开始说 底下有一位问的问题 他是定于慧 怎样才能平衡 不知于偏向一方 定度慧少 或者慧度定少 产生无名妄想和昏沉 请慈悲开始 这个问题 是佛门自古以来 可以说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修佛 不是昏沉 就是吊枝 昏沉是 精神提不起来 用功的时候打瞌睡 甚至于念佛也打瞌睡 绕佛也在那睡 他一步走着 我看了他睡觉 再混成 调局跟这个相反 心里的妄念太多 七上八下 心定不下来 最重要的 要知道 这些病根 业障 那你从哪里做起呢 参除业障 你要真正惭悔 怎样忏悔呢 忏悔不是天天在佛前面磕头求佛菩萨饶恕 没用的 佛菩萨不管这些事情 我初学佛的时候 张家那是教我 佛师门中 又求别 他说了 有时候你求没有感应 那不是佛那边没有感应 是自己有业障 只要把业障 消除啊 你所求的感应 就先去 这老师教我的 怎样 参除业障呢 老师说四个字 后不再造 我就明白了 跟儒家讲的不二过是一个意思 我知道这个错了 下一次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这叫真忏悔 张家大使很慈悲啊 讲理啊 让你真真清楚 不重视行事 重视智 佛菩萨面前的行事上忏悔 那个忏悔 要没有失智 餐完了之后 明天照干 这怎么行 那天天干 天天餐 餐不了的 决定要记住啊 知道自己过失 这叫觉悟啊 我们佛教叫开悟啊 所以开悟 知道自己过失 把自己过失改掉 叫修行 啊 修行并不是一天念多少佛 拜多少佛啊 念多少金 不是那形式 啊 真正把自己毛病改掉 叫真修行 那你也懂得这个道理 啊 所以我第一次听这个佛法 重视智不重形式 张家大使告诉我的 那以后我在新加坡 纳丹总统 有一次在一块吃饭的时候 他 我跟他坐在一起 他告诉我 他 对宗教最尊敬的是佛教 佛教重视智不重形式 我听了毛骨悚然 他怎么知道 他是印度教 他是印度人 啊 虔诚的印度教族 他懂得 啊 佛法重视智不重形式 形式没关系 视智非常重要 下面好像又是一位同学问 他有两个问题 他说 我们每天做好 早晚念佛功课 首先回向 社防伐界一切众生 同时回向 社防伐界一切众生 生生世世 父母 及一切冤亲债主 和子女儿孙 过人之冤亲债主 这样做如法吗 是否自私 这样做如法 自私也好啊 只要能为众生 为大家想 多好 何况你这个里头有 这个回向 社防伐界一切众生 这就行 这个就不自私 那当然 自己家庭眷属 父母 冤亲债主 也包括在其中 总不是 社防伐界以外的 统统都有了 这样能够脱开心量 可是问题呢 你有什么功德回向 问题在这个地方 我念一卷经 那念其人佛号 就有功德吗 问题在这里啊 你念经的时候 我的心跟经啊 融合成一体 就有功德 古人讲的嘛 随稳如关 这就有功德 我念这一生佛的时候 我跟佛能够合而为一 念阿弥陀佛 以阿弥陀佛的心 我的心跟阿弥陀佛 一个心 我的愿跟阿弥陀佛 是一个愿 我的行为跟阿弥陀佛 是一样的行为 我的言语跟阿弥陀佛 一样言语 哦 那就很有功德了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才能回想 口念阿弥陀佛 心散乱了 你拿什么 拿散乱回想 口念阿弥陀佛 我心里还恨着那个人 你怨恨回想 这怎么行呢 这个不行啊 所以 行结要相应 这才有功德 行跟结不相应了 哪来的功德了 所以是以功德回想 你首先要想到 你有什么功德 事法里面 中国是以孔老夫子为标准的 孔老夫子 厨师在人家 温量 恭敬让 对任何人 他真的是 亲近平等心 温和 善良 恭敬 对人都恭敬了 普贤菩萨 叫我们第一句话 离经 祝福 我们也没做到 父子的恭敬 就是离经 祝福 借鉴 自己生活 很借鉴 希望多余一点 出来 帮助苦难的人 借鉴 目的在此地 最后的个让是 礼让 对人要有礼 要谦虚 要知道让 这些功德 我们这一天当中 厨师在人家屋 是不是 这些 那么在佛法里面 那就是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月 如果我们不说这些 再说个最普通的 最简单的 十三业道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都能够与十三业相应 这功德 如果是与十五业相应 那你念 阿弥陀佛念的再多 都不相应 这个不可以不知道 第二他说 我本人呢 做麦香烛 其中有些品种 是往生钱 即应有往生重 但不知 是否可以麦 即化掉 为了顺从众生 这样做如法吗 心正 行就这 那么买这个 这个顾客 来买你的东西 你都能劝他 劝他 发慈悲信 劝他念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因为你卖相处 卖纸钱 来买这些人的时候 大概都不排斥佛法 你却能念佛 很好 如果有 借缘的这些光碟 送给他 介绍他到道场 来听经 那你真的就有功德了 一切了 都是以真实的利益 帮助他 这样就好 这下面是香港同修的提问 这一共有五个问题 他说 已经在其他寺院 受了三规五戒 可否再在本社会 再做皈依 受五戒的仪式 没这个必要 但是 三规五戒是假的 不是真的 只有形式 你没有做到 三规你没做到 规于佛 佛是居而不明 你现在还迷惑变道 这一条你没做到 法是正而不邪 你现在还有邪知邪念 那你没有规于法 身是静而不然 你现在的心还是染无不清净 三条都没做到 谁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在这个地方规于 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那无戒你也没做到 你哪一条做到了 所以 你不管在哪个试验 做过 是受过三规五戒 我们这个地方 有讲解的光碟 有讲解的小车子 回去多看 多学习 这就对了 最重要的是 我要学三规 我要学五戒 三规五戒做不到 我受过很多次 什么原因 没有弟子规的基础 如果有弟子规 三规五戒就很容易做了 所以古时候人呢 容易成就 他从小受过教养 现在的人很难成就 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 没有接受到这个教育 是干什么都困难 所以还是要从头学起 一定从弟子规学起 第二说 一些大陆外地的居士 来一次不容易 很想再做一次 一世一满新念 或者是慕名前来的 或者是 之前不是皈依进途法门 现在啊 来本社会想再做一次 皈依和受五戒 这样可以吗 那随胜人情也可以 所以也可以做一个仪式 我们把皈依症送给你 最重要的 刚才说过了 你要学 从哪里学起 一定要从弟子规学 弟子规是三规五戒的基础 像我们想盖房子 盖大楼 那是地基 你一定把地基打好 你这才能改得成功 否则的话 是你决定改不成功 所以弟子规是比什么都重要 第三是 以受五戒 不能持戒 可否退戒 怎样退戒 可以 退戒很容易 只在佛佛三面前 磕三个头 我这个戒要退 就退掉了 不必告诉任何人 那就退戒了 所以受戒很麻烦 退戒很容易 受三规五戒 而不能持戒 会有什么因果 因果是加一重罪 破戒的罪 杀身本来就有罪 没有受戒的时候 只有杀身的罪 没有破戒的罪 那受了不杀身的戒 你就两重罪 你杀身有罪 破戒又有罪 杀到盈望都有罪 叫性罪 不受戒也有罪 只有酒 酒没有 酒不受戒的时候 没有罪 受戒的时候 只有破戒的罪 所以酒是戒戒 不是性罪 酒是预防 怕你犯前面 杀到盈望 所以它是预防的 它本身没有罪 这个要懂得 所以戒的有两种 一个是本身有罪 本身没有罪 那是预防的 这个要懂得 下面有一位同学问 弟子发愿想见小念佛堂 但近年听老法师讲经 才明白到佛教最重 明白到佛教最重教育 所以把小念佛堂的心愿 转为在中国偏远山区 建一间小学校 帮助又需要小朋友 读书 这样改变如法吗 如法 很好 这个边缘地区 这个学校里头 也可以念佛 边缘地区 如果设施 有那个一间教室 两间教室 提供当地人民 到这边去念念佛 去读读经 都有好处 下面这是澳洲同学提的问题 第一个是 佛家讲三世英国 凡经事所受报 皆为前世 前身 勿因所致 请问 希特勒 杀害这么多的犹太人 若对犹太人来说呢 这是他过去 造因 所受国报 是否容易引起 歧视弱视团体的误会 或造成支持 希特勒 复仇的错觉 这个问题 很深 很广 解释起来 很费死 总而言之 任何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 一生所遭遇的 确实 离不开因果 这个话 佛法里 说得多 中国 过去 世俗里头 也讲得很 很透彻 连美国的凯西 太厨 我们看他的这些报告 他曾经讲过 全世界 任何一个人 在这一生当中 他所遭遇的 绝对没有 一桩事情 是偶然的 就是跟前世的因果 没有关系 他是没有 被人杀害 也都是因果 以前 朱金周老师 跟我讲 战争里面 死亡的 通通都是因果 他那时候 他那时候 举了一个例子 告诉我 这个 抗战之前 这是日本 在上海 发动的 128 战争 在上海 打的这个仗 那么他 那个时候 在苏州 苏州 在一家银行 做经理 职位也很高 他朋友当中 有个通灵的人 在大陆上 叫走阴差 职位不高 传递公文的 像传林兵 也传递公文的 他说 在人世间 上海是个大都市 市长地位很高 他说 在阴朝地府 上海是个县 上海的城隍 地位不高 普通县长 而苏州的城隍 叫都城隍 等于省长 所以他有一天 他这个上海 有一批生死部 送到这个 都城隍这来 他接收的 接收他翻翻看看 他很惊讶 这个名字 都是四五个字 他中国人 父姓嘛 当然都是四个字 他哪有这么多啊 那很奇怪 第二天早晨时候 他们朋友聚会的时候 就是祝老爷在的时候 他就跟大家说 都想不通 三个月之后 日本人在那发生战争 恍然大悟 日本人在这个战争下 要死的 民丹早都送去了 没有一个愿望的 战争里头 没有一个愿望死的 该死的 三个月之前 那个孙师父 也送到 送到城隍那里去了 所以他在讲的时候 这个事情 可怕 所以说 越赢越捉 莫非前定 通通有因果 那么 希特勒这个事情 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 因果报应 英国们也晓得 不要有怨恨心 希望化解 冤家一劫 不一劫 像这种大型的 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 遇到 释迦族 释迦族被流利亡的 又灭掉了 这是佛陀看见的 有没有办法拦阻呢 不能拦阻 夜报 什么原因呢 前世 流利亡这一族 这个过王这些四宾 这一族啊 是一个池塘里面的鱼 释迦族啊 就把这个池塘的水 通通放掉 把这个里头 所有鱼一往打净 那这些鱼之后 这一时投胎 他们做过王了 势力全大了 语言成熟了 他灭离这一族 所以释迦族的时候 逃难了 逃到西藏了 逃到后藏了 以后就没有再回去 就在西藏落户了 所以释迦族的后人 在中国西藏 没再回去了 所以这就跟 西藏落户这个情形差不多 所以是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那么佛陀知道这个事 都劝大家的时候 不要有怨恨性 就是承受这个灾难 这是个果报 从前你怎么杀他这个族群 今天他要来报复 那你没有怨恨心呢 没有报复心呢 这个账到此地就结了 以后就没有了 如果有怨恨心 有报复心 来世还要报 那这是大型的杀戮 很可怕 所以我们从流利王 灭尸家族 你想到这个 希特勒杀犹太人的时候 是很相似 你才能够了解 这个英国报应的状况 所以支持希特勒复仇 是错误的 歧视热受传体 也是错误的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你深入进藏 你就会明了 第二 对佛家英国教育 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宣扬 应该如何运用 使其相辅相辰 这个是智慧 佛家讲的 善巧方便 中国人讲的 通权大便 你要能够明了 这个中国传统教育 要把它发扬广大 还要用英国教育 来辅助 那么现在人相信科技 不相信英国 但是英国这件事情 我们在报纸 在杂志 在这个媒体 常常听说 例子太多太多了 大家都对它很冷漠 都不重视 这是错误的 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很重视它 为什么呢 它与我们有密切关系 不能不重视 慢慢地来提倡 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 我们相信英国报应 所以自己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自己会恶缩自己 少做措施 少个人结怨 这个对自己有一定的好处 第一个好处 我们睡觉心安 没有恐惧 那这就好处 我们不害人 人家也不害我们 我们不害众生 众生也不害我 那这就好嘛 第三 说最近中国神州六号成功发誓 局过欢心 但有些人却以为 中国强盛会为世界和平带来威胁 请问真是如此吗 这个话你不要问 我的问题 你说是真的 是假的 在现代这个时代 哪一个国家 要是对别的国家发动战争 那叫大笨蛋 那叫愚痴到极处 用战争手段 处理问题的时候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二次大战就结束了 往后不可以再用这种方式 为什么呢 科学技术发达了 特别是传媒发达了 今天无论世界上 发生一定什么小事 全世界人都知道 你骗不了老百姓 从前这些 这些国家领导人 发动战争 因为我们有媒体 都听他的 他说怎么 我们全国人都相信 现在不行了 现在这个媒体 天天报道 那你说 你就不能欺骗人了 所以这个方式 不实用 美国是世界超强的国家 你看对伊拉克勇 全世界人都知道 没有正当理由 这人家瞧不起你 不服你 所以你这个顾及声望 就降低了 那战争打了之后 到现在不能结束 这就是什么 你用什么方法对付人 人家会想一个方法 来对付你 你这个高科技 这个是大杀伤力的 这个武力 你来对付人 人家用什么 用这个恐怖游击战 你就没办法了 你不能用原子弹去炸它 它只有一个人 你不能用飞弹去炸它 你对它也不能用弹开打炮 它只有一个人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你天天要防 防不胜防 防得各个人都紧张 紧张都变成神经病了 这不是糟糕吗 这个太可怕了 所以我跟普世总统见面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了 要化解 要化解 不能对立 对立这个 连双方都痛苦 化解 我们鸿沐相处 平等对待 这才是办法 所以说是 中国会威胁 威胁世界 我不相信 不要说中国 没有这个力量 中国这个军事武力 跟美国相比的话 至少要相差 五十年 落后五十年 不可能 同时中国也不会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 没有理由 现在就台湾 这个是个特殊的问题 这是国内问题 不是国际问题 你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时候 跟中国建教的时候 都承认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这是内部问题 不是国际问题 那么中国对台湾的时候 我相信的时候 除非在逼不对已的时候 会用 不能不用就不会用 那就除非现在台湾 台湾一定要宣布独立 那这个逼着他没办法 所以这个仗 主权在呢 主权在台湾 不在中国 中国不想打 台湾想打了就没办法 是不是 那就没办法 所以这个战争 我说过很多次 这个主动操纵在台湾 台湾只要不宣布独立 什么事都没有 天下台北 真正是 共存共荣 你一定要搞独立 那这个没办法 时间快到了 下面还有新加坡同修三个问题 我们简单念一下 我时常参加临终祝念 但无论怎么样用心 总觉得不如过去 为自己父兄祝念时那一份法子内心的恳切 这时我觉得平等心是遥不可及 又感到自己很虚伪 心里很难受 行了 你感觉到难受 那么忏悔就好了 真的 要把别人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 别人的兄弟当作自己兄弟 你的问题就能解决 第二是 校养父母是为人子女应尽的本分 如果父母公婆反对佛法 且对儿生的教育观念不正确 为下一代的正确教育 儿女是否尽量选择与父母分柱比较好 分柱不一定好 但是父母所不能够理解的 你要常常开导讲给他听 这个叫规券 这个你诚心诚意去做的时候 分析得很清楚 他就会明了 第三个是 现代社会家长往往宁爱儿童 而以老人为累赘 特别是老人一劳卖劳 难以理喻 或者是久病 生活无法自立之时 年轻人往往觉得 这个立得越远越好 应如何将中国传统教育观念 应用于现在生活 对你说的话很对 这些问题 现在是社会上普遍的病症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就是 中国传统教育所造成的这个果报 那要真正彻底解决 夜不地自规就解决掉了 那这个问题全解决了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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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问题给你 我认为了 那今天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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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